發動的時機點 剛好是新冠疫情開始 從武漢擴散出去之後 所以在那個階段 整個大家對於經濟的這種熱度 當然都已經預期他會下降 所以當然在那個階段去採取一些 對於整個房地產 尤其是這種過度以槓桿操作所做的 這樣的一個債務拓張 因而可能在 因為整個景氣經濟方面的這個萎縮 因而會噴不過 所以採取這個動作 我想在那個時機點來看 應該算是對問題的一個比較從宏觀 從總體面向去採取警戒 到不一定說必然會有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一些財團 所引爆的這些現象